因為《侯島》是我非常敬愛的導演 我喜歡他的電影 也喜歡他的人 當然很緊張 很關心他 很敬愛他 所以希望他趕快身體好起來 你覺得《侯島》 可能是誰 你有關心他嗎 當然很緊張 很關心他 因為《侯島》是我非常敬愛的導演 我喜歡他的電影 也喜歡他的人 我還記得他拿中生成就獎 我那天根本不想去《金馬獎》 我年紀大了 我有恐慌症 我是為了《侯島》去的 去為了為他站起來鼓掌 鼓掌 很敬愛他 所以希望他趕快身體好起來 是不是他要去《侯島》那天是不是 他來看我的日子 《金馬獎》日子首映那天 我很高興我去抱他 他是我非常非常敬愛的一個長輩 我們都不能跟生命對抗 像我自己我覺得 我如果不再拍電影 我沒有遺憾 我不會有遺憾 因為我們拍的都很好的電影 現在30年前的作品還被使用 我都很滿意 人其實是可以退休的 可以休息 做了很多事情 尤其做了很多很棒的事情 可以休息 休息幹嘛呢 去做自己更想做的事情 像我 我現在也滿想畫畫的 想要說跟張果榮那個獎座 真的陪在你的樣子 對 是 那是我人生的第一個國際獎 也是個大獎 當年 1993年 去參加東京電影節 張果榮剛好是評審 他是完全不忌諱的 因為喜歡我的電影 他就請我吃飯 吃了個飯 然後後來我們就散步 來聊天這樣子 所以 後來頒獎的時候 我就得了 同櫻花 他就頒獎給我 所以 照片 這個獎盃 我都保存著